让你连续加班加半年 你乐意不 国际困天站里面的两名宇航员在天上 本来就一周的工作量 被困两个月了 最终他俩大概率还得再加班半年 到明年二月份才能回到地球 咋回事呢 国际困天站因为是多国的合作 你别看有八个对接口 但是基础标准都不一样 留给美国载人飞船用的接口就两个 现在一个挂着SpaceX的龙飞船8号 另一个掉着出事的波音星际客机 然后就尴尬了 就算波音说问题解决了 NASA可能也不敢让这俩人坐事故飞船回地球 而且空间站也不可能一直吊着事故飞船呢 毕竟站着一个接口呢 所以大概率只能让事故飞船赶紧的脱离空间站 修好修不好的 波音你自己看着办 那这俩人咋办呢 NASA可能没得选 只能等到九月份发射的用于龙幻任务的龙飞船9号 然后等任务结束了 明年二月份这俩人再跟着龙飞船9号返回地球 为啥现在不能坐龙飞船8号提前返回地球呢 因为原本坐8号执行任务的四名宇航员在空间站 那都已经打卡上班半年了 他们还得坐这个回来呀 也不可能临时加两个座位呀 所以可能留给NASA的就两个选项 要么只让龙飞船9号原本的四名宇航员上两个 腾船两个位置 要么给马斯克加钱再加两个座位 如果NASA局长执意让那两名宇航员 坐波音的星际客机返回地球 也不是不可能 但是这还没完 波音的事故飞船肯定得脱离空间站呢 但是飞船的反向推进器 还不知道是好是坏 6月份送那两名宇航员上天 和空间站对接的时候 就已经出现了故障 万一脱离的时候 再来个控制失灵 直接撞上了空间站 那就尴尬大发了 但是无论如何 整个事件应该在这个月 就会有一个最终的结论 咱们到时候拭目以待吧